昨天呢在中央电视台由中纪委和中央电视台共同打造的四集专题片《巡视力剑》播完了 其实从第一集开始的时候呢人们的关注度就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细节都让人感慨万千 接下来呢咱们先看一段这个视频 不过得提醒大家注意啊 这段视频可没在片子里出现 但是看完的时候一样的感慨万千 来我们先看看这段并未在播出版里出现过的视频 我一想起来还是挺后悔的 母亲没什么文化 但他讲的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以后的路很长 这路要走好 走在路中央 路边要掉到沟里去自己爬不上来的 现在就掉到沟里去爬不上来 这是袁天津的这个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 自己感慨和反思的一段话 其实呢这段可能没在节目里播出 我估计是在节目里看到了好多处 也有很多的落马的高官 谈到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曾经表达过几乎同样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要走在这个中间 或者说你不要去刨外面的神 要是槽子中间等等等等类似 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其实当初对你言的母亲可能还不是老人呢 但是很多年后突然意识到 哎呀妈说的话是对呀 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悔恨呢 这正是巡视力见这样的一个四级专题片里头 不断的会触动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点